本视频我与萨玛娘Channel合作播出 银写以下夜内人士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随着萨玛娘2期动画的热播与游戏的推广 企划中各个女人后有血有肉的角色 让各位爱马仕逐利放出 而在众多任务中 有一对角色引起了我的关注 作为在马路上跑回起步 就会被交紧贴罚单的玛娘 指导他们的训练员身体素质 应该闹才对吧 起码按了四脚跳角色还能活不乱跳 一般人可做不到 所以本期视频我来带大家利用动画中各种细节 从长跑和短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考据一下Speaker的训练员跑得到底有多快 我们先从长跑速度开始谈起 毕竟马娘的竞赛成绩 一般按了分钟来计算 我们选用的是第一季第七集 无伤零怒在比赛中突遭受伤 特别之后训练员立刻全速奔赴救助的这一段进行分析 我们从特别之后开始发力的一针算起 他到达无伤零怒身边用时是18秒13 就算18.02秒 而训练员到达的时间是1分09秒23 就算69.4秒 就计路程等于速度成为时间的公式 我们首先可以根据特别之后的速度 就是他与训练员跑过的路程 那哪里可以开得知特别之后的冲刺速度呢? 我们会看到第一季第一集这里 三浪也就是3×201.17米 除以33.8秒 得出特别之后的速度是17.9米每秒 也等于64.4千米每小时 也许有人说 此时特别之后焚尽速度 而且经过训练1米用时之快 但也考虑到特别之后 此时根本没经过任何日升运动 预示权衡下来 依旧取用17.9米的每秒速度进行计算 所以我们再回算训练员的速度 等于17.9米每秒×18.02秒 比上64.4秒等于4.7米每秒 16.9千米每小时 这是相对于什么水平呢? 训练员跑1000米 用时212.8秒 这和332.48 我查队一下广州市2020年体育中考的评分规则 可以说是再度诸位可能是身体素质人身巅峰时的满分水平了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训练员的短跑速度 第二季第五集 这里有个急步配合的训练员被黄金泉追上 以强而所难的镜头 从一本中第一步 发力开始算 黄金泉的出发时间比训练员持2.08秒 而训练员奔跑时间则算下来是3.25秒 我本来想用分析长跑是一样的公式 算出训练员速度是黄金泉的0.36倍 但是 我突然一直到好像那也不对 这家伙好像就没征情跑过了 所以这下我们的Olympic City来进行计算了 正在失所时 我的目标突然注意到旁边的护栏 没错 我们可以通过护栏的鉴距来计算 训练员在3.25秒内 跑过多少距离 从而读出上的短跑速度 关于这种专业的数据 我第一反应该是找专业人士 我首先找到在马业中长期耕耘的超个马上来 可是他并没有查到很详细的资料 于是我接着求出在日本投资赛马行业与牧场的 中共保守协会 速度赛马委员会里是牧场小老板 可是处也有专攻 小老板也不是设计建造人士 既然讲马的大佬不知道的话 和赛场地的最近的棋手 或许能给点进展 我先找到了专业马术运动员 舞步女孩Sara Rao 不过也的确 速度赛场的设施和普通马术的产地 但不相同 同样从事马术的东临北语 也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到了这一步 我一直在一重莫展 又问了一下超过马上来 大佬一匹500千克的纯薰马 提借多少 原本计划是利用黄金城本马的 比赛多商来做比对 可有考虑到 也许不同场地的规格 或差异呢 辗转都回 我又选择将目光 搭回动画本身 在各个出现的霍兰蛋的画面里寻找 预守决定 从这张东海帝王 在南根盘附件的画面中手 根据测量仪器的测算 我们得到这样的数据 东海帝王的尖宽是2.00厘米 两个霍兰立竹之间间距15.69厘米 你要问我怎么走出来的 答案是这样 为了测量东海帝王的具体间宽 我用卷尺量了一下表面间宽 最终选定为30厘米 算是两个霍兰立竹间距约为2.35米 所以回到我们正在分析的画面 训练员跑出的这个距离 在6-7个炸构左右 根据知情的公式 我们会得到训练这一幕的速度 在4.35米每秒到5.07米每秒间 而黄金城的速度 在12.08米每秒到14.09米每秒之间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这两位都没有确定重视 经过训练论计算 训练员的赛跑能力 离国家运动员的等级标准还存在零距离 但如果长过水平能再保持匀速 那跑过中跑满分不是问题 大概想下来 训练队的技能 全点都抗打击能力了吧 如果只占不击界 你又是米老汉